3C產品 各位啊 現在21世紀了 市場上有的鈴鐺滿目 各式各樣 不要把不同的特色 不同功能的3C產品 但有沒有就這麼一樣 在你見到它後 就對它一見鍾情 念念不忘 歡迎來到XXX 大家好久我也有 歡迎來到XXX 歡迎來到這個全新的系列 我就要買啦 有一個東西 它在我大學的時候發表 我就直接愛上它了 大學的時候很愛逛三窗 那只要到三窗二樓 就會有它的屍體 但我每次都不敢去碰 因為我知道它的價格 應該是那時候的我 沒有辦法負擔期 它知道 我上個月去了動漫站 然後我又在我們乾爹 Crestoy的攤位上 又看到這個東西的聲音 然後在擅長的時候 我還跟Crestoy的那邊的員工 聊了一下 說這個東西真他媽很帥 沒想到隔了幾週 於是 我想機會難得 就一上頭 跟他們借了所有的造型 不是嘛 就買下去啊 我真的先倾家擋產 那雖然這一期呢 是一個恰反影片 但各位先不要離開了 我還是會把它的優缺點 都分享給大家 我們這次影片 還是有抽獎的 記得看到最後 跟大家分享這個 在我心中 非常久的一個酷東西 Grabasta 中立型 好 那我們先從這個 藍牙音響開始 這次五款音響中 基本款的外箱 都是這種金屬 反光的材質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一拿到貨 你就會感覺到 滿滿的科技感 各位 一次開五個 真的是滿興奮的 我們第一個先開 那時候第一代就有的 也是最經典的黑色 哇 從來第二個 哇 全白的 來進入到我們第三個 第三個就不是純色這麼簡單 但我是純色的 哇 給各位看一下 背面 差點真的要戰損了 欸 我沒想到細節這麼好耶 而且它摸上去 並不是只有塗裝而已 感覺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暫時把它拿起來摔成 那種感覺 再來 我們進入到這個 外箱最特別的 這叫 哇 整個是這種磨砂材質的 都比這些基本款更上一個檔次 哇 GK磁吸的感覺 好 各位 我們剩最後一個 重裝技甲 哇 真的是動手做的概念 左手拿著盾 右手拿著武器 還有這個彈甲 後面 就很像那種能源槽 槽沾 這就跟我們七龍珠 要集七顆龍珠 才能召喚神龍 它真是它裡面的配件 非常的簡單而要 總共線就兩條 USB轉 Type-C Type-C 轉3.5mm的音源線 直接省略了其他沒有必要的東西 他們真是花了很多工夫 在他們的細節跟杜裝上面 機身上也用了許多這種 鑫合金跟線條元素 頂部這三角 看起來只是裝飾 但沒有 那下面是 檢證橡膠 那就非常適合像他們這種 強調重敵音的按壓影響 那光是現在還沒開機的狀態 這樣沾一排 有沒有覺得 你就想要 take your money and shut up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它一些功能 他們跟我說在開機的時候 會有一個非常酷的機甲 啟動音效 Ready to pair 真的好啦 真的滿屌的 他們這是相比前一代 前一代就只有一個單體而已 那第二代 它是前面用了一個高音單體 後面再用一個重低音單體 加強它的低音 就是我們重頭戲了 它每一台 都有六色不同的AGB 既然我們六台我們要做什麼 就把六台都給它打開 Ready to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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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還怎麼沒有 我們來把燈光關掉 哇 超帥的 然後它除了恆亮燈以外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把它全部都調成這個 漸變色 但我們這種 哇電競房裡面 它其實已經不只是音響了 絕對是你房間的霸媒神器 我真的會講 好各位那除了這個前後的RGB燈光之外 它有這種小小的 從裡面透出來的這個光 這是幹嘛 音量 可以做調節的動作 怎麼調 非常屌 直接用滑的 哇 哇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看了這麼多 他們的外觀表現 對我一定很好奇 他們這次的音質表現如何 只聽他們 有失公正 所以拿來我手邊有的 藍牙音響 來跟他們做比較 我們的BOSS Soundlink Color 2 話不多說 我們進入視聽環節 有一個公關危機 然後有人來跟你說 他爆架的最低啊 先跳過 先跳過 我想到也是類似的 我想到如果有個公關危機啊 千萬不能用最有力標 等下萬別 一定危險 一定危險 我體育主XXX老師 沒有打手槍 這樣子笑 超棒這個絕對沒有用 然後大聲講完 然後就說 所有同學 有什麼疑惑的 過來到什麼 下課地方來找我之類的 好各位 那聽完他的音質表現 你們怎麼講 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這一次聲音的調教 很明顯的 就是向低音靠攏 又很適合聽一些重低音 或是無人聲的這種音樂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聽一些流行音樂 或是比較舒服的那種水晶音樂的話 當然他也都能聲韌 但是表現會稍微遜色一點點 但是絕對是一個 稱職的好音響 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吧 沒有 並沒有 這是重力心不只有藍牙音響之外 還有他們新推出 正如線藍牙遊戲 Serious Go 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重力心他們的傑作 載著外在空間 神秘血清的那種感覺 那他這次總共出的這四種款式 最非常流行的 Cyberpunk的配色 最經典的 新建影 戰損塗裝 戰損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耳機的本體 那耳機的本體呢 跟我們剛剛藍牙音響 用的是一樣的新合金材質 然後怎麼把他們的 把這個耳機打開的 有一個這種看起來像學友的東西 其實它是這種暗的 你知道我前沿 我在打腳門 我就默默地這樣一直玩 一個小時就過了 這個彈力真的非常爽 給過 真的是給過了 再來你們應該會很好奇 為什麼這四個 中間都有一個孔 然後再看到上面 寫著P9兩個字 它中間就是一個 啤酒的開瓶器 啊幹 原本說要去買一瓶客人 用手了 免得挑戰 一個似乎 一個小部 另一個廓闘 一闘 一門 一門 十分 和掌聲 一門 一門 這門 開瓶 一門 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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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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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骨子 那整個耳機呢還附上一個掛繩 哇 直接讓你變超流人士 簡單介紹一下它這次使用的規格 那這是COS Pro據官方所說 它是使用圈鐵雙單體的設計 哇 這專業名詞 直接有點不懂 再來它除了最基本的音樂模式之外 還有所謂的遊戲模式 就標榜低延遲 巨人模式讓你耳機的空間感再更多一點 我個人是覺得音樂模式中規中絕 它在開啟遊戲模式之後 低音整體表現變得更強勁一些 那整個耳機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好耳機 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要說 它耳機的拿法真的太難了 你要非常捏非常用力 往上才行 不然你真的會手滑你知道嗎 歐入賣斗的力量 其中在兩隻手指 貼上來然後兩隻手指就爛掉 那這一段呢 是留給有看到現在的你們 要怎麼參加抽獎呢 就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刮罵STAR很讚 路名好帥 每次都自肥一下 抽出這四款的耳機 其中一款 最後為各位總結一下 這是雖然是個洽飯飾品 但我真的是滿喜歡他們家出的這些酷的東西 帶出去還有野餐 甚至別人來你家跟你一起嗨的時候 絕對是聲音上 也是視覺上的焦點 那這就是我就要買的第一集節目 那喜歡的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 謝謝